我 考后15394刘雅萍 15394刘雅萍 我妹考上了 我妹她名列前茅 太好了 她真的考上了 太好了 雅萍考上了 不知她有没有看过榜单 是你啊 真不好意思 差点撞到你 没关系 为了赔罪让我请你吃饭吧 不用了 我要赶着看发榜呢 发榜有什么好看的 念不念大学不重要 在社会上 能学到的东西更多 那你就趁早去念你的社会大学吧 雅萍 你就给我个机会吧 你干什么要拉拉扯扯的 雅萍给我的机会 你给我个机会吧 放手啊你 雅萍你给我个机会 放手 放开我妹 你干什么 大哥 谁是你大哥 大哥 我告诉你啊 以后手接近我妹 走 雅萍 走 雅萍 你的手看上去很疼的样子 你的手没事吧 要不然咱们去医院看一下吧 不用 一点小伤 去医院花钱干什么 对了 那个罗明还敢这样纠缠你 下次再让我遇到 我一定好好地揍他一顿 哥 时间不早了 你不是还要赶着去工作吗 回去吧 对了 对了 待会儿呢 你也不用去看榜单了 大哥已经帮你看过了 为什么啊大哥 我 我是不是 是不是我落榜了 我 我是不是 我 哎呀 落榜有什么要紧嘛 反正明年可以重来 明年再考不上 后年还可以重来 落榜几年考几年 大哥陪你好不好 我 不过其实呢 大哥也没有机会 陪你重考了 因为 因为你已经考上了 还名列前茅呢 一会儿啊 我一定要把这个消息 登上广告 我要全部的人都知道 我们的小妹雅萍 要当大学生了 好啊你哥 我 你竟然敢骗我啊 太可恶了你 不要再打了我受伤了 那你还敢系到我 你说我没考上大学 你吓死我了你 太坏了你 我叫你来 我会痛的你不要再打了 你叫你来骗我 你别跑啊 好了好了 大海蛋 大海蛋 坏蛋 好大学生来了 您还还够呀 滚啊 哈 馬 1942 fern 快加油 said 那我 了 那个 夹 怎么 我们 有钱吗 手头很紧 瞧 那个傻子 咱们弄点钱去 怎么样 对啊 走 走 走 该有 别动 怎么回事 怎么骑车的 还想跑啊 我推你一下 没那么夸张吧 是你欠着我们的 这 对不起 我 我不是故意的 说句不是故意的就没事了 我们的脚都扭伤了 让你赔 脚扭伤了 不是 我车才轻轻碰了你一下而已 实向的快拿出药费 要不然 有你我看的 我没钱 没钱 我真的没钱 让我撕 我也让我撕了 干什么你们 快点 把钱来转 干什么快点 我干什么 快走 臭小子 快走 肯定有钱 给我起来 你们在干什么 什么事啊 你干什么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打个受伤的人 算什么英雄好汉了 是他先撞的我 他撞你 对啊 他怎么撞你 他用脚踏车撞的我 哎呦 那你吃亏了 是啊 那好 那我就站在这儿 让你们撞好不好 撞到你们满意为时 这样公平吗 来来来 撞 过来 过来 撞我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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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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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来 谁来呀 你 来 来 来 撞我 你来 坐我 别走 别走啊你 来啊 小猪杂子 怎么样 谢谢 不客气 没什么 喂 喂 喂 醒醒 醒醒啊 你醒醒啊 陈圈圈先生 请去急诊室 陈圈圈先生 请去急诊室 我不要起来 不要起来 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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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怎么会在 会在医院里啊 你受伤了 当然躺在医院里嘛 你的骨头啊 都骨折了 你还苦撑了一天 医生说呀 没把你疼死 那是老天保佑啊 来吧 来吧 拿 拿这 喝点牛奶 我 我不能 好 来 来 我不能待在医院里 这里药费太贵了 臭小子 你口袋里有钱 就差了一点 我又补上了一点 正好啊 可那钱不能用的 怎么 怎么 我的钱 一部分是要还债 一部分是要补货 现在全都没了 我可怎么办 傻小子 钱 首先是用来救命的啊 难道说 等你手废了以后 再去补货 再去还债 这还来得及吗 先生 我 我谢谢你帮我 你帮我垫的钱 我会想办法还你 还什么还 你算是看不起我呀 付这医药费 还什么还哪 老先生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总 总之我谢谢你 但是请你告诉我 你住在什么地方 等我有钱了 我会想办法 把钱还给你的 好不好 你这臭小子 我说的话你听不懂是吧 你耳背啊 你看看你 你骨头都裂了 你也不喊疼 你这怎么回事啊 你什么意思吗你 我告诉你吧 这个 那你给我喝了 你也包 你给我吃饶 其他的事情 少跟我啰嗦 就什么办了 听到没有 臭小子 什么玩意儿呢 王八蛋 老先生 你住在哪里啊 您在家可怕了 依ct 您坐下 判可 而我看见我这个时候回去 一定会很担心的 他考上了大学 接着就要准备他的学费 这时候我却受了伤 花了这么多的医药费 还要赔公帝的钱 我得赶紧想办法才行 大哥 哥 你的伤怎么变得那么严重了 没有 一点点小伤而已嘛 都弄成这样了 你还说是小伤 我就叫你去看医生 你就是不听 你看 都拖成这样了 这真的不碍事 大哥现在暂时 暂时暂时没办法回工地工作 不过你放心啊 我还真能给我去卖些日用杂货 多少赚些回来 明天我跟他们去说一下 货款能不能让我先欠着 等我赚了钱以后再还给他们 哥 你整天这么辛苦 就算铁打着身体也受不了啊 你就安心养伤 别再出去做事了 反正我现在放假了 趁这个时候我出去打工吧 你打什么工啊 我的妹妹这么可爱这么漂亮 你又设施未深 这万一出去了 外面很多坏人会骗你呢 你知不知道 我又不是小孩子 好人坏人我还分不清吗 再说了 我也该替你负担起家计 哥 你就让我试试看 给你减轻点负担吧 雅萍你现在是准大学生 你怎么可以打工呢 你要以学业为重 你不要担心这些事了好不好 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可以不念大学的 罗明说 在社会上学的 比大学里学的还多呢 谁说的 谁说可以不念大学的 咱们两欧家就要出个大学生了 你有没有想过 奶奶 爸爸妈妈 他们在天之灵会有多高兴 我可不许你再跟我说什么 你不念大学这些话 你看 大哥真的登了 我告诉雅琪他们说 雅萍考上大学了 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看到广告 他们会多高兴啊 你看 你干吗还还这个钱 但这些广告 他们根本就看不到 就算我真的进了大学 我们家这么穷 我也不一定能念得下去啊 雅萍 雅萍 你不要担心这些事情了好不好 大哥就算是拼了命 我都会想办法让你毕业的 你不要再说这些了 其实我 我根本就不想念书 我可要不这样吧 我退学 干脆嫁人算了 这样你就可以死心了吧 你在说什么 你说过了没有 大哥这么辛苦地栽培你 我不要你去当一个 败家子的小玩伴 你怎么这么不自爱啊你 你 雅萍 你过来 你过来 乖 那阿森 你过来 来 吃水果 药萍 药萍 对不起 大哥不该说那样的话 但是 你也不能够放弃学业 你应该是好好念书的嘛 我根本就不想念书 我看你每天那么辛苦 我很想退学 跟你一起去打工 不行啊 药萍 你这么聪明 我不要你跟大哥一样 你是要跟雅琪看齐的 你不要再棋他了 我早就忘记他长什么样子了 忘记他的一切了 可是他是你的大姐啊 我一切都不记得了 我也忘了 我们是怎么来台湾的 我只记得 是你把我抚养大的 你才是我唯一的亲人 你 你怎么可以什么都忘了呢 你记性是最好的 连小时候四岁的事情 你都会记得 而且你还跟我说过 雅琪 他对你很严格 是 世文他最会逗你 还有世华 他不是 你不要再说了 我真的都忘记了 我也不愿意听到这些 我请你以后 不要再急过去的事情了 我不爱听 你老是提过去世文哥 他是怎么失踪的 奶奶他是怎么被打死的 爸爸 妈妈 他们是怎么出事的 哥 我请你不要再提 过去的事情了 我们两个人 好好地过日子 你早点找个女朋友 成家立业 不要再被过去的事情 缠着 老娘 我便要往前看 不要陷在悲伤的 回忆里面 好吗 大哥 大哥并没有陷在过去的回忆里 是 大家都不在我们身边 但是咱们还都是一家人不是吗 你看 我们发生的事情 都可以通过这个广告来告诉他们 虽然只是几个字 但是咱们都可以清楚地让他们知道 我们过得很开心 这每半个月登一次的广告 就像在联系我们一家人的一条细线 只要这条细线还在 咱们还是一家人 是不是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你等的这些广告都是白灯 他们根本都看不到 你只是把钱 把钱掉到水里 你只是跟空气在说话 我实在是受不了你这种 这 遗产的行为 受不了了 妈 妈 尹 来 雅琪 是吗 是花 我相信你们一定看得到这个广告 这个也看不到 下个月也一定会看到 只要大哥不放弃这个希望 你们一定会看到的 你们一定看得到